下面我们来了解阿尔发电系统的呕合方式 射频标签与读写器之间通过天线架起空间呕合的传输通道 从电磁标签到读写器之间的通信和能量感应方式来看 阿尔发电系统一般可以分为两类 即电感呕合系统和电磁反向散射呕合系统 首先阿尔发电电感呕合 阿尔发电电感呕合方式及拔器模型 通过空间高频校变的磁场实现呕合 依据的是电磁感应定律 一般适合于低频高频工作的近距离阿尔发电系统 典型的工作频率有125KHz 134KHz 13.56MHz等 识别作用距离小于1米 典型作用距离为10到20厘米 例如第二代身份证就工作在此模式下 第二种呕合方式阿尔发电电磁反向散射呕合 即雷达原理模型 发射出去的电磁波碰到目标电磁标签后反射 同时携带回目标信息 依据的是电磁波的空间传播规律 一般适合于超高频微波工作的远距离阿尔发电系统 作用距离大于1米 典型作用距离为3到10米 典型的工作频率有433MHz 915MHz 2.45GHz 5.8GHz 例如ETC就工作在此模式下